的一些研究 這個方面你可以自己去看 其實我們就是去講 我們要愛護學生 以及防止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 性衛生幫統治之下的一個社區 講一點點性的事情 都一樣就要被人掃蕩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一種白色恐怖 也是很不健康的 這個部分可以慢慢去看 就在275最底的部分 一路去到尾了 其實也是這篇文裡面的一個重點 就是講了這麼多宗教右派 由80年代的源起 一路去到今時今日 我不想停留於只是一種記錄式 或者是紅素式 也都很容易被人誤會 就是仇恨式的寫作 我希望是看到遠景的 所以也都是我拖編輯的部分 本來我寫完《中華山報》那裡 已經可以停的了 我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寫下去 就是講一下 我們怎樣去用美國現在的情況去看香港的明天 我自己大大約約的評估 看看美國和香港的發展 香港在2000年至2010年這段時間 十年發展的事情 就約莫十幾年前美國發生的事情 包括去挑剔一些人的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政結運動 其實他們很早期已經在推 但是香港 就是2000年才由大衛城第一次去推 其實就是有一個時間上的偏差 於是我就覺得 要去看看今時今日 美國右派在做些什麼 十年後或者五年後的香港就會是這樣 很簡單 就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學術界的人士 我裡面就會特別著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這裡我主要講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 在現在美國的宗教友派 他那種強大 就是他可以有錢到去請到一些人 一些employer來的 一些僱員來的 那就是他要做什麼呢 就是他在美國不同的院校裡面 去收集一些專門去教女性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的課程 然後就是拿到那些課程的概要 甚至美國就是比較寬鬆很多 你隨時可以走進去旁聽 然後他就搜集黑材料 然後就發動 一樣就是 群眾聯署投訴 和校長 你學系主任投訴 於是就令到很多美國的教授 去叼了飯門 有一部分的教授 有學術家人士 他們可能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 有些未必 他純粹教馬克思主義 但是 他一樣就是會列入了名單 因為美國有一個特色就是 宗教友派同時是很反馬克思和共產主義 他覺得這個主張其實是有違於聖經 所以他同時要去剷除 到香港 我們就要很留意 究竟這一類的美國中右組織 譬如剛才我講的例子 就是有一個出名的組織叫AIA 就不是保險公司 就是他叫做Academic Inaccuracy 即是說學術都要準確的 他們在做這些功夫 現在香港其實慢慢湧現這個危機 譬如大家知道 性傾向那個平衡機會立法 在香港是沒有的 就是在1997年回歸的時候 差一票過不了 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就是 所謂現在都 關車邊還叫自己泛民派的議員 他在臨場縮沙 差一票過不了 到現在都過不了 政府為了去補票 補票不是去安撫香港的同志團體 和人權團體 而是向聯合國補票 因為會被人罵的 我們簽了一個經社民公約 於是他就有一個 叫平等機會 性傾向的資助計劃 他每年就會資助一些人權 和同志團體等等 或者性權團體做一些出版 在08、09、10這三年之間 我這裡舉了很多例子 就是不斷受到針對 就算就是一些 我們會覺得 已經是很平和的社會服務中心 例如旺角的陳慶 他拿到錢 他出了一本漫畫書 叫做《同尋愛》 然後就馬上揭曉 因為有人舉報 就說裡面有不雅 鼓吹年青人變成同性戀 但其實人家做這本書 就是尊重年青人 和父母去瞭解年青人 他會和同性拍拖 你不要一下就已經去惡言相向 應該父母之類溝通 尊重 但是馬上被人說 適情啊 鼓吹啊 不好啊 其實在裡面 還有很多 透過政府這個 《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 出版的書籍 都是受到投訴的 以及受到一些抹黑浪 這個情況的湧現 其實我有點擔心 未必真的要等十年 可能在明年2011 我們人生有幾個十年 就是下一個十年裡面 不知道早還是遲 就會出現了 而第二樣就是 對於知識分子的人格謀殺 剛才說到就是AIA類組織 就是已經令到美國 就是很多的教授 很多老師 都會有反患 現在這個情況 在《學三部》之後 都慢慢出現 譬如就是 在《學三部》之後 包括我自己在內 還有很多我自己的老師 有尊敬的學者 譬如可能有些名字 你會熟悉一些 剛才我提到的 《學春瑞》 《小曹》 《尤正》 《吳敏林》 《小家樽》 《馬家輝》 《無萬情》 《陶傑》 《王衛禎》 《陳俊興》 等等等等 都被人一網打盡 被扣帽子 就說他們是什麼呢 就是性隨便主義者 還有就是 極端自由主義無底線的知識分子 性解放勢力等等 當然我就會做一個很簡單的反駁 裡面很多我們很尊敬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 什麼叫性隨便主義者 什麼叫做毫無底線的知識分子 難道我們會鼓吹強姦呢 我們會鼓吹性暴力對待一些受害人嗎 不會的 大家都會有一條線 就是在講公義和平等 不是你所講的毫無底線 這種扣母子點名的行為 其實就是出現了 這個就是我自己去看回 就是會不會出現下一波的反撲 而在最後那個結尾 其實我就用了一個point form 很簡短的 就是 他講回就是 如果你不想 宗教右派會入侵或者會傷害到你 其實大家要團結起來 無論是學術界民間 或是一些個別的朋友 其實如果他會去擔心 受到這個宗教右派的一些壓迫 其實要做些什麼呢 我這裡就用point form 很容易看 包括就是 第一寫一下抗爭的故事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寫中大學三部呢 就是因為 這個學三部事件 是沒有正式去出版 就是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 而第二 就是最近 其實有些宗教右派組織 就是要向同志伸出友誼之手 但是其實 如果我來講 就是 在講就是一種及立 我這裡一講就是要防範那個及立 第三就是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個人受到迫害 就是譬如你個人 就是被迫去戴貞結指環 就是現在很集體的嘛 800個學生經常站在禮堂 然後就請了一個宗教團體 我們一起誓願 我們要補我們的癥結 我們要愛愛的國家 那我經常問 如果那個人已經沒有第一次的癥結 那怎麼辦呢 那他會發假誓 那如果他對政府下有批判 那怎麼辦呢 那這些可能你是一個弱勢 就是你受迫害 你被趕出教會 你被排斥 或者在學校裏面 就是你受到這種壓迫 做一些你不自願的事情 你說出來 其實這些是重要的一些文獻記錄來的 而另外就是 就是 講本土和國際的團結力量 包括就是 看多一些西方的文獻 還有就是 當一個地方有人受迫害的時候 我們要集體這樣去結盟 最簡單就是 何春瑞受到迫害的時候 我們香港也有做聯署 那同樣 學生部受迫害的時候 何老師也一樣幫忙 就是叫很多的朋友 就是去聯署 支持中大學生 而另外一樣就是 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協助公眾教育 很多時候教育派 就是我們去做平權教育 性教育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簡單就說 他們又做性交教育了 他們又鼓吹那些人性交了 這樣 我們就其實要透過公眾教育 去說回就是 大家要理性 要去認知 不要害怕性 不要有禁忌 然後就是 啟動了 知識的提升 就是 要開明 不要聽到某一個 term 我很害怕 聽到性就很害怕 立刻關門不聽了 而另外就是 本身自己 和周邊的人 都有一個平等公義的觀念 這些等等 都是有助於 我們去防止 就是中鬥友派 繼續去蠶食 這個社會公義 和我們每天都在爭取的日權 那這篇就是 我這個很長很長的 文章的一個介紹 OK 過了很多時間 我也知道